2,1,Action! Miss Ling, Long time no see. 我是Benson,你還記得嗎? Sure,當然啦,你是Gunio Benson,對不對? 對. Miss Ling,那您還記得我的名字嗎? 伊林,對不對啊,Peter,Right? Yes. 哇,Miss Ling,沒想到您退休一年了,竟然還記得我們的名字 是啊,Miss Ling,您在退休的這一年當中,都在做些什麼呢? 謝謝你們喔,這是個好問題喔 然後,認認教學了二十幾年 然後能夠退休下來,過著學心手藝,自在,然後很滿足的生活 我覺得非常的幸福 然後這一年當中,因為我很喜歡的旅遊,去旅遊 所以我去中國大陸,北京跟黃山走一趟 還去日本的黑布玉山,去看學壁 那平常中呢,我也會參加旅行社的一日友的行程 那除了這個之外,就偶爾跟一些好朋友啊 去爬爬山啊,去健身啊 然後另外呢,就是說我也會參加市區大學 選修一些課程,譬如說心理學啊,哲學之類的啦 那另外,我也會參加一點身心理的課程,跟讀書類 那是我一直很喜歡的 那除了這樣之外,有時候我也是做自工的工作 哇,聽起來,老師退休後的生活還是很充實呢 謝謝你 嗨,再過一週,就是教師節了 在您的求學過程中,是否有讓您特別懷念的老師呢? 基本上我是一個很會年老師的學生 那我印象中最特別的是,我在永和國小的那位小學老師 陳朝南校長,他後來是校長退休 他今年八十幾歲了,我前幾天還去看他 看來我們兩個都非常的高興 然後,我印象最特別的是,他在那個時候呢 他會替一些貧窮的學生做年輩的補習 而且還提供給他們晚餐吃 他是因為非常有愛心 然後很富有教育愛,很關懷學生的 我也是感觸到他對我的關心跟鼓勵 所以我一直很戀戀著他 那他現在呢,雖然退休 但是他並沒有真的休息 他還在永和國的一個指揮文教基金會 擔任這個教育長 還在那邊做服務的工作 那我希望晚上來,如果有機會,也必須追求他 謝謝MISS LIN接受我們的訪問 謝謝你們 別忘了有空要常回來看我們喔 好的,沒問題的 Happy Teacher's Day Happy Teacher's Day 梁老師 然後一畢業就來菊光 已經教了29年書 去年才退休 小朋友大概也都知道喔 那麼梁老師退休後的生活呢 就是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第一件事情呢就是 退休後時間很多 所以我非常懷念已經去世的母親 那麼想到母親小時候 我小時候的枕頭啦 背套啦 都是母親繡的 所以呢 我就用刺繡這個方式來懷念母親 那找了 網路上找了好久喔 只有 有一間社大 有開刺繡的課 所以梁老師就開始去學刺繡 在刺繡當中懷念母親 那麼利用刺繡也固執自己的家 譬如說我繡了很多漂亮的包包 還有繡了很多的桌墊 窗簾 這些呢也可以使我的家更美 我也達到懷念母親的目的 另外呢 我每個禮拜會抽一天去爬爬山 讓自己的身體更好 還有老師現在也在做一工 在輔導 比您中措的學生 這些都是老師退休後的生活 梁老師 您的人生中 一定遇到了許多的老師 哪一位對您的 哪一位是您的印象最深刻的 好 謝謝你喔 梁老師一生的確碰到了很多很多 影響我很深的老師 那麼今天時間有限 我只能 舉出一位 好 那麼這位老師是我 國中一年級的吉林老師 他叫李福音老師 那這位李老師現在已經過世了 那我非常懷念他 記得他帶我們班的時候 他大學剛畢業 一個很年輕的老師 不太有經驗 可是他非常有愛心 碰到我們班 剛好是非常調皮的一班 我們班都是女生的班 因為那個年代國中還拿女本班 那我們班這班女生班 很多眷村的小女孩 非常的調皮 其實他們心不壞 但是非常調皮 那我們老師呢 雖然經驗不夠 但是他很愛我們 他會原諒很多小朋友的調皮 然後慢慢去教導他們 那他對我呢 也非常非常的關愛 然後他知道很多 因為國中課業 開始比較反重了 很多同學開始去補習啦 甚至買很多參考書 回來做啊 但是因為梁老師家境很苦 這些錢我們都沒有辦法花 那老師看在眼裡 但是他也知道我很認真 也知道我的無力 譬如說有的時候 某些課業 會覺得自己好像使不上力的感覺 因為老師其實都看在眼裡 那麼有一天呢 他就跟我說 奉田啊 明天呢 禮拜六到老師家來玩玩吧 我心裡很高興 啊要去老師家玩了 但是我不知道原來第二天去 老師是要請他的先生 特別為我一個人一對一 教我課業 他教我英文 教我數學 教我很多我自己覺得 有些沒辦法解決的一些課業難題 他都能夠一一替我解決 一次一次的禮拜六 我就在他家完成了我自己 對課業的那種困難 解決了課業的困難 然後當老師覺得說 嗯?我的基礎穩了 我已經不再害怕了 也不再因為別的同學有補習 我沒有信心了 然後老師就結束了這樣子 一個一對一的輔導 那這件事情對我來講 是非常非常 我覺得非常非常感激的 因為在我人生當中 我覺得他給了我希望 謝謝 相信大家在聚光 一定也會遇到 許多對我們影響深遠的老師 謝謝梁老師接受我們的訪問 謝謝你 謝謝梁老師 謝謝你 這是我的榮幸 謝謝大家